出差那天 我给妻子发了消息 我让他早点回来 儿子在家等他 结果当晚就发生了地震 我的这条信息 也成为了救命消息 然而妻子压根就没放在心上 他没有看 地震发生时 他再奋不顾身 就他白月光的儿子 而我们的儿子 却死在了那场地震中 刚回酒店 就想妻子跟儿子了 可电话却一直都打不通 手机上突然推送了一条新闻 A城发生了六级地震 我瞬间都吓傻了 跌跌撞撞地冲出去 我马不停蹄地开车返程 中途不断地给家里打电话 却一直处在无人接听状态 我越想越害怕 速度也越开越快 突然一声巨响 我失去了意识 再次睁开眼时 我居然灵魂出窍了 我看着自己重伤昏迷 躺在病床上 没得我反应过来 突然我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牵引 我骤然出现在家门口 然而我的家早已变成了一片废墟 搜救人员正在极力地寻找伤员 我瞬间觉得我的天堵塌了 我拼命地想要扒开那些废弃物 却一次又一次地穿过物体 我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干着急 最后他们终于在废墟中找到了儿子 儿子浑身是伤 眼眼一息 嘴里一直喃喃低语叫着妈妈 看着儿子的样子 我心里如刀割般的疼 疼得快要喘不过气来 可是我的妻子呢 我拼命求他们 想要拦下他们 还有一个人 还有我的妻子 你们救救他 他肯定还在里面 可是他们看不到我 也听不到我说话 我无力又崩溃 儿子被送往了医院 他身体多处骨折 最严重的是 他的脑袋受到了重创 需要尽快动手术 医护人员却联系不上家属 不过这种情况 他们也觉得再正常不过 一场地震 死伤不少人 所以他们认定 儿子的家属已经不在了 明明昨天早上 儿子还在我面前活蹦乱跳的 现在却奄奄一息地 躺在冰冷的病床上 浑身插满管子来维系生命 我不忍心看着儿子 如今凄惨的样子 转过身去哭得泣不成声 这时一道熟悉的身影 撞进我的视线 是我的妻子如烟 他好端端地就站在我的面前 我满脑子的疑问 他为什么会安然无恙地在这里 而我们的儿子 我很想要质问他 只见如烟 慌慌张张地朝旁边的病房里跑去 那病房里躺着一个小男孩 旁边还有一个男人 这对父子 我再清楚不过了 是如烟的白月光 江彻跟他的儿子江陵 我的心像是有一只手 紧紧地拽着他 让我呼吸不过来 原来他不是来看儿子的 昨天早上我原本想趁出差 带上放暑假的儿子 顺便带他去 他一直心心念念的迪士尼晚 原本听到迪士尼这三个字 就两眼放光的儿子却拒绝了 他说 我要留在家里陪妈妈 妈妈最近工作很忙很辛苦 我们去玩 留下妈妈一个人不好 等哪天妈妈有空了 我们一家人一起去 突然间 我觉得儿子好像一下子长大了 我欣慰的同时又觉得 他懂事的让我心疼 我不放心儿子一个人 他拍拍自己的小胸脯 我已经十岁了 不是小孩子了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我还是不放心 给他准备好了午饭还有晚饭 叮嘱他一定要关好门窗 无论谁敲门都不许开 我交代了很多事情 儿子嘟着嘴嫌我啰嗦 我也给如颜打了电话 他像往常一样 不耐烦的一个又一个的挂断 他总说他很忙 我没事就不要打扰他 我只好给他发了消息 我让他早点回来 儿子还在家里等他 地震是凌晨一点发生的 儿子一个人在家里 等他的妈妈等了一个晚上 如颜连我的那条消息也没有看 多害怕 多绝望啊 他被压在废墟底下整整一天 他的妈妈始终都没有出现 而现在他最爱的妈妈 却在关心着别人的孩子 最可悲的是 他们仅仅一强之隔 江澈看了一眼如颜手臂上的擦伤 关心的说 你去处理一下把如颜摇摇头 满眼心疼地看着病床上的江林 开始责备自己 要是我速度再快一点 小林就不会受伤了 虽然我不是这科室的医生 但我还是交代了我的同事 好好照顾小林 用的也都是最好的资源 我突然想起来 这家医院正是如颜所在的那家医院 而江林也仅仅是小腿骨折 我到现在才知道 如颜说加班都是假的 这么久以来 我跟儿子就像是一个笑话 被他耍得团团转 儿子为之骄傲 心疼的妈妈 却在生死攸关时 奋不顾身去救别人的孩子 我那条救命的消息 全然被他当作垃圾 我咆哮着 想要抓着如颜的衣领质问他 你为什么不看那条消息 你到隔壁看看啊 看看你的儿子现在的惨状啊 他现在嘴里还在叫着他的妈妈 可我现在什么也做不了 江澈穿过我的身体 拉起如颜的手 一脸深情的说 你已经做的够多的了 通过这件事 我更加确定我们的感情 如颜 你跟孝明离婚吧 我知道你不爱他 我们重新在一起吧 如颜迟疑了 身陷犹豫 彷徨之中 过了半场探略有所思的说 再等等吧 我的脑袋像是被什么重种遗击 一阵嗡嗡作响 如颜跟江澈是彼此之间的初恋 如颜跟我说过 他们早就过去了 可一年前 江澈又回来了 离婚带着一个孩子 回来第一件事就联系了如颜 那天我在如颜的脸上 看到了异常灿烂的笑容 那是他从未对我有过的笑容 如颜赋约了 他们去酒吧狂欢 可是很不巧 那天 我的朋友也在那 他给我拍了一张 俩人拥抱在一起的照片 我顿时气的火猫三丈 等他回来 我拿着照片质问他 如颜看到照片先是一愣 然后反过来对我发脾气 这只是朋友之间的寒暈而已 你居然这么不放心我 专门找人来跟踪我 笑名我对你太失望了 如颜为此一个礼拜没有理我 我也觉得我可能错怪他了 卑微地哄着他 求他原谅我 原来一开始 如颜就把我当作一个备胎 十年的婚姻不过是一个笑话 儿子的气息已经越来越弱 他已经发不出声音来了 嘴巴还在倔强的一张义和 眼皮越发沉重 却还在死死撑着 没等到爸爸妈妈 他怕闭上就再也见不到我们了 我想把他抱在怀里 却怎么也做不到 我真的懊悔为什么要让儿子独自在家 如颜连我电话都不接的人 我凭什么确定他会看我的消息 如果那天我再坚持一下 让他跟我走 就不会发生悲剧了 如颜再次从儿子的病房门口经过 等他回来时手上多了一碗鸡汤 急忙走到隔壁病房 他亲自一勺一勺吹凉了 小心翼翼送到江林的嘴里 江彻则在按摩着他儿子的脚 这场面像极了温馨的一家子 而我的儿子现在已经水里不尽了 只能靠着书页来维系生命 如颜你没有心吗 两天了 你连我的那条短信还没点进去吗 也是啊 这么温馨的场面 他哪还能想起我们父子俩 我们在他眼里又算什么呢 江彻突然问如颜 发生这么大的地震 校明这两天有没有打电话给你 如颜听到我的名字 脸上露出难以掩盖的嫌弃 他那没心肝的 现在跟我儿子两个人 不知道在哪里快活着呢 他还会想起我 我只是觉得可笑 我那十几个电话 他全然不放在眼里 我为了他们母子俩彻夜赶回 发生车祸 我想那时他应该觉得我爱是 妨碍我救他白月光的孩子吧 听完这话 江彻脸上露出一抹实在毕得的微笑 趁此机会开始诋毁我 我没想到校明居然是这种人 这地震一发生 新闻都报道了 全国人民也都知道了 怎么就校明不知道 还是说他根本就没把你放在心上 这种男人一点责任感 一点当丹都没有 我真的是心疼你 我昨天让你考虑的事情 考虑的怎么样了 如颜的脸上还是有些为难 我站在他们面前 活脱脱的像一个小丑 都到这种程度了 还装什么 犹豫什么 将彻乘胜追击 难不成你现在还对校明抱有希望 如颜生死攸关 是我陪着你走过来的 此时如颜的眼角 已经泛起了感动的泪花 他点头同意了 于是这俩人经过重重困难 患难与共最终又走到一起 并幸福的拥抱了彼此 他们的孩子乐开了花 拍着手叫好 太好了 我终于有妈妈了 我彻底心死了 那年如颜跟江彻 不知道什么原因分手了 他们分道扬镳 江彻也离开了A城 我暗恋了如颜多年 我不想再错过他 便追了他整整两年的时间 我就是一只没有脾气的舔狗 默默地陪在他身边 任由着他对我各种情绪的宣泄 如颜的家庭重男轻女 后来有一次 他跟家里吵架被赶了出来 他给我打电话 哭着说他无家可归了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 我找到他时 他浑身湿透了 拉着一个行李箱 蹲在路边 可怜的像一个破碎的瓷漆娃娃 我心都快要碎了 带他回了家 如颜很局促 小心翼翼的 我让他放心在这住下 我把房间让给了他 我自己睡在沙发上 也是在那时 我感动了他 他答应了我的追求 后来在他生日那天 我给了他一个 惊喜的求婚仪式 我跟他一样 都是一个从小 都没有父母疼爱的孩子 我爸妈很早就离婚了 各自都有了自己的家庭 从十岁起 我就开始了一个人生活 所以我很珍惜彼此 我想跟他一起 组建一个有爱的家庭 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 我们会把全心全意的爱 注入到孩子身上 本以为我们是一个 幸福美满的一家三口 可仅仅两天的时间 我们这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就破碎了 三十二床的病人 快要不行了 我从护士的呼喊声 回过神来 我吓得浑身发软 我宝贝子不行了 爸爸在这 你要坚持住 等你好了 我带你去迪士尼 我不再拦着你吃零食了 你要吃多少 我都给你 就算牙都掉光光 我也不笑话你了 我恨自己 为什么会变成 现在这个鬼样子 我撕心裂肺地呼喊 他怎么都听不到 我连想握着他的手 也做不到 病人得马上做手术 可是我们联系不上 他的家属 没有家属签字 我们怎么做手术 医护人员在 喋喋不休地讨论 儿子的情况 越来越糟糕 他们没办法再拖了 最终他们达成一致 决定做手术 儿子的病床 被推出来时 碰巧遇见了 如烟挽着江澈的胳膊 有说有笑 儿子听到了妈妈的声音 艰难地睁开了眼 他嘴角微微勾起 他以为妈妈 终于来看自己了 儿子连张嘴的力气 都没有了 眼看着妈妈 要跟自己擦肩而过 他用尽了全部力气 却只是抚摸到了 他的一脚 如烟毫无察觉 他的眼神 全都专注在别人身上 儿子就这样 跟他的妈妈擦肩而过 他眼角滑落泪水 江澈瞟了眼说 我们旁边 刚刚经过的那个孩子 好惨啊 浑身都插满管子 如烟面无表情 事不关己地说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 谁也没有办法 在医院我早就见过了生死 你还是像以前一样 那么善良 好一个每个人 都有每个人的命啊 这些冷漠的话 全然都灌进了 儿子的耳朵里 我呼吸一致 心都碎了 不敢想他该有多绝望啊 儿子被推上了 冰冷的手术台 头发也被剃光了 以前的他 连打针都能被吓哭 我开玩笑说 他是胆小鬼 如烟作为一名医生 司空见惯的场面 面对儿子却紧张到不行 他还骂我没有良心 现在我的胆小鬼 却要一个人 面对这么大的手术 而他那紧张到不行的妈妈 却冷摸到没有一丝温度 我看着儿子伤痕累累的身体 真的快撑不住了 我不忍心再看了 冲到外面喘了口气 而我却看到了 窗外奇了熔熔的景象 儿子在手术台上 他心心念念的妈妈 却把别人的孩子捧在手心里 我好恨啊 我的宝贝儿子 原本有一个无忧无虑快乐的童年 只是他太爱他的妈妈了 可是他最爱的妈妈 却亲手将他的梦全都破灭了 儿子的伤势太重 最终还是没能从手术台上下来 他脑袋上被缝上了像蜈蚣一样 一条弯弯曲曲的伤疤 我还没来得及多看几眼 就被医生盖上了白布 他们将我的儿子 往阴冷的太平间推去 我拼命地想要推开他们 嘶吼 别碰我的宝贝儿子 他才十岁啊 花一样的年纪 他的人生还没开始 怎么能就这样离开了 突然一阵剧痛传来 我惊醒过来 发现自己正躺在病床上 护士如是重负地吐出一口气 你终于醒了 你都昏迷三天了 我吓得浑身冒冷汗 我心存侥幸地想 这一切都是一场噩梦 我的儿子肯定还活得好好的 我不顾护士的阻拦 跑到儿子的病房 他已经不在那了 我心里越发地不安 哆哆嗦嗦地开口 32号床的病人了 我是他爸爸 护士一脸遗憾地说 原来你就是那孩子的家长了 可惜他没能挺过去 他的遗体现在还在太平间 我一下子倒了下去 护士扶起我 让我急哀 我推开他 亮亮呛呛往太平间跑去 我站在儿子的一体面前 浑身都在发抖 我鼓足了最大的勇气 才用发抖的指尖掀开了白布 我的世界在我的眼前崩塌了 他的一滴不胜 我抱着儿子 撕心裂肺地哭喊 喊道筋疲力尽 再也没有力气 最后是在工作人员的劝阻下 残忍地将我跟儿子分开 适者已已 生者如私 我强行支撑起疲惫不堪的身子 给儿子换上了他最爱的衣服 我亲手将他送去火化 他小小的身躯 最后只剩下一盆坟墨 住进了小小的盒子里 我带着儿子回了乡下的老家 几年前 这里成为了旅游景点 我也将老家翻新成了度假小别墅 一到节假日 我们一家三口都会在这小住几天 那天后 我变得浑浑噩噩 每天抱着儿子的骨灰不撒开 如烟是在儿子走后的第五天回来的 我想是江陵出院了 他现在迫不及待地想跟我离婚了吧 他被我的样子吓了一跳 我在他脸上看到了一傻而过的嫌弃 然后很自然地问我儿子呢 如烟的每个字 犹如在我的心肩上凌迟 原来他还知道自己有儿子 他到现在才想起儿子 可是我的宝贝儿子没了 再也回不来了 是他亲手葬送的 如烟还没来得及等到我的回答 他就自己得到了答案 他有些不耐烦地说 肯定又调皮地跑到哪里玩去了 你们俩没有一个让人省心的 我只觉得可笑 儿子那么爱他 爱得我都有些嫉妒 可我那乖巧懂事的儿子 在他眼里竟是如此的不堪 我冷笑一声 你现在突然回来 是急着跟我离婚 好跟姜彻在一起吧 如烟的脚步一顿 脸上是藏不住的心虚 只是下一秒他突然提高嗓音 劈头盖脸地对我一顿骂 你们父女俩一点良心都没有 你们去玩吃香喝辣的 把我一个人留在这 发生了地震 你们一个问候都没有 现在还有脸来质问我 怀疑我 我对你真的越来越失望了 要不是姜彻 我现在估计都埋土里了 她的脸色就跟变戏法一样 真的是好笑 我不知道她还在装什么 怎么还有脸说啊 她的良心不会痛吗 我指着儿子房间的方向 有气无力地说着 你敢进去看看吗 如烟并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她像是对我失望透顶 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 我的心涌起一股悲凉 儿子的遗照就放在她的房间里 仅仅一步之遥的距离 她都不愿踏进去看一眼 就算她什么都不知情 可是从事发到现在 已经过去八天了 她一刻都没想过儿子嘛 儿子走了 这世间已经没有我可留恋的了 我躺在儿子的床上 打开安眠药决定去找她 在临死前 我又贪婪地多看了一眼儿子的遗物 枕头底下露出一脚的日记本 落入我的视线 我一页一页地翻开了她 上面写着 我觉得我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有个疼我爱我的爸爸妈妈 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爸爸妈妈能健健康康的 我还有好多好多愿望啊 我想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旅游 一起环游世界 还有吃不完的零食 作业能再少点就好了 嘿嘿 写这么多好像有点贪心哦 爸爸说过段时间 就要带我去心心念念的迪士尼了 我好开心啊 我的好朋友肯定会羡慕死我 我要在他们面前炫耀 哈哈想想就开心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掉落在纸上 晕开了一片墨字 胸口像是堵了一团棉花 快要呼吸不过来 我又慌慌张张地用袖子将眼泪擦掉 却怎么也擦不掉了 我的宝贝那么乐观开朗 活泼可爱 这世界为什么要对她那么残忍 这本日记给我已经干涸的心底 又生出了一点活下去的勇气 我要带着儿子的梦活下去 我要带她去环游世界 我要去完成她未完成的梦 我缓缓起身 去收拾了自己 刮掉了拉里邋遢的胡子 洗了澡换上了干净的衣服 然后平静地拨通了如烟的电话 她居然破天荒地没有挂断 不过态度还是跟之前一样不耐烦 我们离婚吧 我在她不耐烦的抱怨中插上了话 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 安静了片刻 如烟发出一丝不可思议 却带着倾笑的口吻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她还是这么自信 谁让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舔狗呢 才有了她这么有恃无恐的权利 我又重复了一遍 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 我们离婚成全你跟江彻 笑明你发什么神经 谁要跟你离婚 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我真的很累 我不想再听她多余的废话 挂掉了电话 等如烟回来时 我在茶几上背好了离婚协议书 她的样子看着疲倦极了 不断地揉搓至太阳穴 我不知道你突然发什么疯 我求你别闹行吗 这段时间我都快累死了 在医院忙上忙下 一刻也没休息 我用力掐着手心 让自己保持冷静 可声音还是控制不住的颤抖 你是在医院忙着照顾江陵吗 你关心过我们的儿子吗 这段时间你有没想起她 如烟没有半分的愧疚 眼神冷得像是要结出病 我是个医生 治病救人是我的职责 他是我的病人 我照顾他不应该吗 倒是你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一身一鬼的 你跟儿子在吃香喝辣的 我哪分得出时间去想你们 倒是你们有没想过 我经历过了一场地震 有没关心我有没受伤 有些人谎话说多了 连自己都相信是真的了 不过这些都没有关系 我都不在乎 我对他的爱意 在医院见到他的那一刻起 就消失殆尽了 我只是为儿子 有这样的母亲而感到寒心 我一人的情绪 终究还是爆发了 我奋力地嘶吼 我们的儿子已经死了 在你奋不顾身 去救别人的孩子的时候 如言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 你瞎说什么 你别诅咒我的儿子 你们不是去迪士尼了吗 我拽着他往儿子的房间走 他瞬间红了眼眶 摇着头 极力地抗拒着 你打开看看啊 如言停在门口 迟迟不愿进去 他浑身开始哆嗦 眼泪毫无征兆地一滴滑落 他开始求我 低声下气地求我 别跟我开这种玩笑 我会受不了开玩笑 我倒是希望我是在开玩笑 我多希望我每天睁开眼 这一切都是我的一场噩梦 儿子还活蹦乱跳地出现在我面前 如言用颤颤巍巍的手 打开了房门 儿子的遗照赫然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踉跄着后退几步 倒在地上 一边摇头 嘴里一直喃喃着 不可能 不可能 我掏出他的手机 点开我的那条未读消息 放在他的眼前 你为什么不点开他 你要是点开了 我们的儿子就不会死 都是你 都是你害死我的儿子 如言哭的气不成声 我以为 你以为什么 以为我打扰你跟江社的约会吗 打扰你们一家三口的温馨时刻 是吗 你知道那天儿子跟我说什么吗 他说你那么忙那么辛苦 他要留下来陪你 不然他去玩会有愧疚感 他多爱你啊 你将别人的孩子捧在手心的时候 有没想过他 他被困在废墟中整整一天 伤痕累累 身上没有一块好肉 他临死前都还在叫着他的妈妈 如烟突然发狂似的 一拳一拳打在我身上 你为什么不带走他 你为什么不救他 多可笑啊 他到现在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而是想着推卸责任 我没有你那么心狠 我知道消息的第一时间 就赶回来了 可惜我出了车祸 我给你打了十几个电话 你要是真的有良心 你不会一个都不见 也对 我的电话 以及我这个人在你眼里 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 垃圾一样的存在 你急着救你那好儿子 怎么可能还顾得上我们俩 我的情绪太过激动 喘了喘 给了他致命一击 儿子的病房就在江林的隔壁 只有一墙之隔 你跟江澈父子俩的所作所为 他都知道 儿子死在了手术台上 而你们正在医院的花人中 浓情惬意 如烟突然呼吸一致 张着嘴 像是娃娃哭断的气一样 半天没声响 然后一下子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时 精神已经出现了恍惚 他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 嘴里喃喃这儿子的名字 突然他的目光 锁到了我手上的坛子 嘴角不断抽搐着 那是我们的儿子吗 我小心翼翼地抚摸着他 点点头 他无比气球地看着我 我想抱抱他 我垂下眼 漠然以对 别这样 我求你 让我抱抱他 你不配 你不配做他的妈妈 你不是早就想跟我离婚了吗 牵了他 儿子归我 如烟开始求我 跪下来撕心裂肺地求我 赵然有股剧痛 从心脏向全身蔓延开来 我甩开他 别玷污了我儿子 如烟像是突然得失心疯一样 向我扑来 想夺走我的儿子 我迅速地躲过去 如烟扑空 倒在地上嚎啕大哭 我看着他的样子不禁吃笑 儿子活着的时候不珍惜 现在只剩下一盆坟墨了 再来母子情深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催促着如烟赶紧签字 并让他快点离开 我不想让他弄脏了我跟儿子的家 就在这时不合时宜的门铃响了 姜彻出现在门外 姜彻看到我 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 我听如烟说 你不是要出差半个月吗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紧闭了一下双眼 在睁开时 我从他镜片的反光中看到了 我那布满血丝 盛满危险的眼 我心里横冲直撞的怒火 好似要将我燃烧殆尽 就这么等不及了 赶跑到我家里来要舞杨威了 我小心翼翼的将儿子放到玄关处 打算一展身手 给他点颜色看看 只见江澈像风一样的速度 在我面前一闪而过 出现在如烟的面前 他心疼坏了 急忙扶起如烟 笑明你是不是疯了 你对如烟都做了什么 你知不知道这段日子 他都经历了什么 他差点就死在地震中了 就你这种对他漠不关心的人 不配成为他的丈夫 我紧握双拳 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 他很快就是你的妻子了 见男见女就该配一对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还没等我走到他们面前 如烟突然一把推开江澈 响亮的一巴掌 猝不及防地落到了他的脸上 江澈瞬间就猛了 如烟拎起他的衣领 哭喊着 要不是那天 你说江灵生病 我就不会抛下我的儿子 他就不会死 你还我的儿子 刚刚还在对他心疼不已的江澈 瞬间换了另一副嘴脸 如烟你别装了 江灵生病不过是你来找我的借口罢了 这借口我们用过还少吗 如烟跟我说过 江灵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 现在身体很差 基本是要不离口 那天他也发烧了 他说儿子已经吃过药了 没什么事了 更何况有我在 情重缓急 我太傻了 太相信如烟了 我以为他们现在只是普通朋友 又出于他作为医生的医者人心 我到现在才知道 情重缓急是这个意思 原来儿子在他心里是轻如红毛啊 我还以为他们有多爱彼此呢 到这个份上 他们什么都不顾了 彼此将俩人所有龌龊事 全都抖了出来 完全不把我当万人啊 江灵突然笑出了声 眼里藏着一种深深的鄙夷 就好像他抓住了对方的要害 要一血前耻 让对方说得彻彻底底 你别把什么屎盆子都往我身上扣 你要真的关心他们 就不会那么久 一个电话也不回 你以为我没看过你的手机吗 有多少个红红点点 没有点开的未接来电 还有信息 你心知肚明 我再告诉你一个劲爆的事情吧 你知道 那天我在医院跟你说的那个浑身插满管子可怜的孩子是谁吗 是你儿子 他眼睛就直直的盯着你 连我都发现了 而你这个当妈的却没发现 你说的那些话 他也全都听见了 如言双手捂着耳朵 痛哭 尖叫 求着江测不要再说了 你TM的找死 我忍不了了 扑上去 将江测按到地上 一拳一拳砸在他的脸上 江测毫无还手之力 毕竟谁能拦得住失控的野兽呢 打到最后 他开始求饶 他的眼睛已经被我打碎 他眯着眼跟个瞎子似的四处摸索 我一路将他踹了出去 给我滚我也将如烟从地上拎起 一路拖到门外 你也给我滚 别葬了我跟我儿子的家如烟重重的跪倒在地 死死抱着我的腿不放 声嘶力竭的哭喊 铺天盖地的痛楚 好似要将他整个人席卷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求你别赶我走 我答应跟你离婚 你让我再抱抱儿子好不好 就一下 一下就好 现在后悔也未免太晚了吧 我的心口随着他的话 传来撕裂般的疼痛 可最后 到底还是点头同意了 如烟突然像是被抽走了骨头似的 刚刚爆发出来的力量荡然无存 整个人轻飘飘的 站都站不稳 扶着墙 晃晃悠悠地走进去 他颤抖着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了字 他不断地深呼吸 拍着自己颤抖的手 想要冷静下来 就好像 他怕自己有任何的一点的粗心大意 弄疼了儿子 如烟抱起儿子的那一刻 他看着我声音柔软 眼神里透着无助和软弱 能不能让我睡在儿子的房里 就一晚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来打扰你了 我心头一颤 无数复杂的情绪交织着 有愤怒 悲伤 心疼 渐渐地愈演愈烈 最后化为了无力的窒息感 我没有同意 也没有反对 所有的话 堵在喉咙 最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如烟当作是我默认了 他把自己锁在了里边 夜晚我躺在床上 看着手机里儿子的视频 每看一次都有种深入骨髓的疼 我再次哭得气不成声 这时阿帕上推送了一条新闻 让我震惊不已 A城市医院知名医生如烟 出轨安盛集团高管相撤 地震那天未复情人 抛下十岁儿子导致其死亡 下面还附上了一张 俩人拥抱在一起的照片 然而这条新闻是如烟自爆的 这条新闻很快就成为了热搜第一 也被各大媒体疯狂转发 他们所有的信息都被网友人肉出来 千人所指 我知道他想用这种自掘坟墓的行为 拉将撤下水 为儿子报仇 可是又有什么意义呢 儿子再也看不到了 回不来了 第二天我推开儿子的房门 如烟抱着儿子的遗罩 吞下了 我原本为自己准备好的安眠要自杀了 我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这又是何必呢 死的一点价值也没有 如烟下葬的那天将撤也来了 他已经被他的公司开除了 他往如烟的墓碑上吐了口痰 指着他的墓碑破口大骂 你这个疯子 你连死了都不肯放过我 多讽刺啊 生前再怎么相爱的两个人 在利益面前屁也不是 我没空理他 我把儿子的骨灰拿出了一小撮 放在透明的小玻璃瓶里 制成了项链戴在身上 我买了一个双人墓穴 把儿子葬在了林如烟很远很远的地方 另一个墓穴是为我自己准备的 等我替儿子完成了梦想之后 我就去找他 全文完 来吧 感谢观看